大家好,俄罗斯总统普京任命了亚历山大库伦科夫为紧急情况部的负责人 此前库伦科夫是国民警卫队的副队长 大家知道库伦科夫接替的是2021年9月8号在北极演习中死亡的前紧急情况部的部长叶弗根尼提尼切夫 秦宁切夫是在北极的演习中意外身亡的 现在来看俄罗斯媒体分析 普京很可能会选中自己的接班人 通过任命紧急情况部部长选中自己未来的接班人 我们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库伦科夫 库伦科夫于1972年6月2号出生于莫斯科地区 1998年毕业于莫斯科国立体育学院 2004年毕业于莫斯科心理与社会学院 95年到99年他在莫斯科第312学院担任体育教师 1999年到2002年他在俄联邦安全局任职 2002年至2021年他在俄联邦安全局一直担任普京的保镖 2021年至2022年他任俄联邦国民警卫队副局长维克多佐洛托夫的助理 他监督该部门的战斗训练问题 2015年他荣获了俄罗斯为祖国立功二级勋章 那俄罗斯前紧急情况部部长伊夫根尼 2021年9月8号和他的摄影师一起在北极神秘的死亡 我把这情况简单介绍一下 根据俄罗斯媒体的介绍 伊夫根尼情形切副与63岁的俄罗斯编剧和电影导演 亚历山大梅尼尼克在悬崖边进行拍摄 当时的梅尼尼克滑倒 伊夫根尼立即赶去救他 但他自己却失去了生命 安德烈古罗维奇告诉俄罗斯24频道 他说部长伊夫根尼情形切副 一刻也没有犹豫 不是作为一个部长 而是作为一个普通人 作为一个拯救者 他采取了一次英雄般的行动 该报道说伊夫根尼情形切副在俄罗斯显为认知 但他仍然是权力圈的密切成员 三年前开始担任政府职务 曾是普京的保镖 那55岁的伊夫根尼情形切副呢 大部分职业生涯是在俄罗斯安全部队中度过的 在苏联的最后几年开始为克格勃工作 齐尼情形切副呢是圣彼得宝人 曾担任加里宁格勒州的州长 是俄罗斯联邦安全部队中 封管打击恐怖主义的二号人物 被认为是普京下一任接班人 那关于伊夫根尼情形切副 他的死因呢 现在俄罗斯呢也有多种说法 但是官方说法呢 是他为了拯救摄影师 也有一种说法呢 实际上是坠牙神亡 他的死亡呢实际上非常神秘 俄罗斯国内呢也没有更多的报道 但是呢 情形切副呢 之前被认定为普京的接班人 所以现在看呢 普京又选定了新的接班人 那今天呢 普京呢也前往啊 莫斯科中央陆军医院 那会见了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受伤者 那普京这一次呢 与烧一股一起前往的啊 我后面会把视频给大家播放 你点标题可以看到链接 点开链接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 普京呢 后面呢 也接受了媒体采访啊 随后呢 他宣布呢 任命亚历山大 库伦科夫为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的部长 从这个库伦科夫呢 他担任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部长来看呢 实际上普京的接班人就几个条件 首先是普京非常信任的 也就是他的贴身保镖 你可以看啊 这个库伦科夫 包括前面的这个伊弗根尼 实际上呢 他都是普京贴身保镖 那普京一定是非常信任的 从2002年 你可以看啊 到2021年 接近20年时间 作为自己贴身保镖 那是非常信任他的 所以可以看呢 普京他未来选择自己的接班人 这个圈子还是为 那普京任命了新的紧急情况部的部长 我觉得对俄罗斯啊 政局的稳定是有好处的 特别是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 已经打到现在 那么他的整个政局的稳定 实际上对俄军在乌克兰的作战 实际上也是有帮助的 大家知道这个乌克兰 他的这场俄乌冲突 开战之前 实际上呢 俄罗斯军队内部实际上 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识 为什么呢 实际上大家都在争攻 你像烧伊古和卡德罗夫之间 对吧 你看卡德罗夫之前撤臣部队在基务方向 那么基务方向作战 没有取得成功 卡德罗夫和烧伊古之间实际上也有矛盾 烧伊古指挥不动 卡德罗夫 实际上呢 为什么我之前讲过啊 实际双方都想争攻 因为这伊夫根尼已经死了 就是普京接班人没了 这就有点像古代这个立储 你皇帝如果立储了 大家知道下一任天子是谁 实际都死了心了 也就不争了 但是呢 这个没有立储或者储君身亡了 那大家都有想法了 都有想法要什么 要争攻啊 都抢着上 互相之间斗上了 所以呢 现在看 普京现在 他呢 任命了新的紧急情况部的部长 我觉得会稳定俄罗斯的证据 那么现在看呢 邵伊古 卡德罗夫 你可以看卡德罗夫 现在已经回车臣了 所以呢 卡德罗夫没有亲自前往前线 我觉得是普京 他做的一个调整 另外邵伊古 他呢 实际上也没有直接参与 也没有直接参与 乌克兰前线作战的指挥 而是由这个总参谋部 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 和普京一起 是普京自己 之前媒体报道 普京自己直接参与的 顿巴斯专业计划 那普京呢 经过几轮人事调整 我觉得已经理顺了 俄罗斯军方内部的这种 权力的争夺 理顺了这种关系 现在来看呢 俄罗斯 俄军 现在应该是处于一个 相对稳定状态 特别是俄军内部的 上下级的关系 包括这些军头之间 这种权力斗争 应该被普京已经控制住了 那么现在呢 任命 新的紧急情况部的部长 实际上呢 也是给像卡德罗夫 给稍微谷 这些俄军方内部的高层 给他一个明确的信号 就普京对接班人的问题 有着自己的想法 你像卡德罗夫 像稍微谷这些 你不要想了 我觉得普京是不会把权力 最后交给卡德罗夫 也不会交给稍微谷的 很简单 稍微谷呢 他并不信 我之前讲过 他不信这个 不信这个东正教 他实际上更多是萨满教 他来自于这个西部亚那个地区 所以如果他当了俄罗斯未来领导人 稍微谷当了俄罗斯未来领导人 很难扶重 这是种族问题 另外还有信仰问题 卡德罗夫更不用说 他是穆斯林 穆斯林如果让他当了俄罗斯领导人 那你可以想象 俄罗斯国内的这些东正教教徒 绝对不会接受 一个穆斯林统治自己 所以卡德罗夫基本没信 他只能是提升自己在俄联邦内部的影响力 那么其他的军头呢 实际上呢 我觉得普京不会信任 并不信任 因为这些人呢 离普京太远 他这些人的观察有限 普京更信任的是自己身边的人 包括自己贴人保镖 因为这些人能够执行自己的命令 执行自己的意图 不加思索去执行 所以我觉得普京更信任这些人 从现在来看呢 普京他选定这个接班人呢 也有可能是临时性 也有可能是临时性的 未来可能 但是不管怎么说啊 我觉得普京选定了自己的接班人 紧急情况部的部长 实际上就稳定住了俄罗斯国内的证据 这对俄罗斯俄军来说是好事 特别是在东部 顿巴斯战役 顿巴斯整个战线 现在吃紧的情况下 特别乌克兰方面呢 还叫嚣着要袭击俄罗斯本土 实际上呢 在俄乌冲突的这个前线地区啊 这些作战的一线的士兵 实际上他是没有什么想法的 他就是想要俄罗斯获胜 俄罗斯能够完成自己的战略意图 主要还是高层 高层的这个内斗 俄罗斯高层这种权力斗争 都想来争这个储君的位置 所以当时呢 在基辅方向 最后呢 我谈成自己呢 对俄罗斯未来政局走向的观察 我个人判断呢 很有可能呢 特别军事行动 特别在顿巴斯地区啊 这个特别军事行动结束以后 普京会选择离开俄罗斯总统的位置 普京会主动选择离开 那么由紧急情况部的部长来接替 那实际上呢 紧急情况部的部长你可以看到 他非常相信普京 普京也非常相信他 所以普京会什么 垂帘听证 就这个意思 那么由紧急情况部部长在前面 自己的垂帘听证 在后面控制 这类似于哈萨克斯坦之前 那个纳扎尔巴耶夫 我觉得是类似于哈萨克斯坦之前的 那个布局 前台呢 有一个人 非常是普京信任的一个人 那普京呢 自己呢 他在后面 运筹帷幄 这是未来俄罗斯政局的一个走向 为什么呢 我告诉大家 如果特别军事行动 俄罗斯获胜了 占领了整个黑海北岸 而且呢 顿巴斯的一句收回 就是俄罗斯在民族性格上 只要自己获得了新的领土 而且呢 开疆扩土 俄罗斯人民绝对会支持他 那这个时候他激流勇退 人民会怀念他 怀念普京 大家可以想这就是政治 你千万别在什么 老百姓都对你什么 嗤之以鼻的时候 你要离开 那老百姓 绝对不会记住你 是在你顶峰的时候 你获得了胜利 开疆扩土了 然后你激流勇退 那么老百姓绝对会纪念你 歌颂你 所以这个时候 普京他下台 是对他来说最安全 也是最好的 他呢 实际上又不离开俄罗斯政治 他找了一个代理人 就是这个紧急情况部的部长 我觉得这绝对是普京最好的一个安排 那俄罗斯开疆扩土 而且获得了军事的胜利 对吧 俄罗斯老百姓 记住了普京 也希望普京能够继续直升 但是普京离开了 所有人会歌颂普京 这个时候普京呢垂帘听证 那我觉得呢 现在西方对普京压力比较大 特别俄罗斯国内呢 也有一种说法 要推翻普京 所以呢我觉得普京的急流勇退 特别军事行动胜利以后 他主动下台 但是呢 任命这个俄罗斯联邦 对吧 他的紧急情况部部长 担任俄罗斯 统一俄罗斯党的党会 那实际上就是梅德威杰夫 和这个紧急情况部部长一起 来统治俄罗斯 记住啊 俄罗斯普京这个政党叫统一俄罗斯党 他可以用这个政党来统治这个国家 所以呢 他未来可以什么 可以担任这个政党的主要领导人 普京没有离开俄罗斯政治 但是西方呢 希望普京下台 那么普京确实下台了 但实际上普京影响力还在 这样他也可以规避西方对普京的 对吧 这种打压 另外呢 可以缓解俄罗斯国内对普京的不满 他长期执政 对普京的一种不满 我觉得普京很有可能 我自己观察 很有可能会使用这个手段 就是特别军事行动以后 他下台 功成身退 然后呢 担任党的高级职位 通过党领导这个国家 那实际上俄罗斯的总统 对吧 那可以换一个人 但实际上俄罗斯政治还在普京的手里 现在西方呢 实际上对俄罗斯制裁 主要是冲着普京 所以呢 我觉得这种选择 也可以化解西方 对普京的制裁 对俄罗斯的制裁 那西方也没有话说 人家普京下台了 是吧 普京岁数现在也不小了 普京呢 一直在考虑自己的接班问题 普京的接班问题 对中国也是影响深远的 也会影响到中俄关系 那后续呢 对俄罗斯政局有更新的消息呢 我也会及时跟大家分享 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对俄罗斯 未来政治走向的一个判断